最近发烧话题 尤其是这个影剧版的大头条 莫过于大S跟汪小飞订婚了 那么在今天也看到他们的实质紧扣 高调现身的画面也曝光 那么当然我们也很祝福大S 只是他未来面临到一些挑战 刚才我们其实谈了很多的面向 可是光秦我们还要谈一谈 就是他未来可能是不是要面对的这个家庭 是完全他所不熟悉的台湾家庭 而是来自于大陆的一个家庭 我不知道那会不会是成为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演节目很少有这么激烈过 就是 烈吧 不是激烈 是有感觉的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大省做到这个 大省 亲手女 你30几次被人家讲成亲手女 我们都大省级了 经历过很多事情 就是每一个观众朋友去检视 你曾经有过的婚姻 或者你现在有的婚姻 或者你的感情哪一个是完美的 尤其是婚姻里面 你有时候为了小爱事情会吵架 有时候为了彼此之间个性的 像坎哥的比较早就讲 对 我跟你讲 像我 我觉得我有个困扰啊 我会打呼 而且那个 打呼到那个天雷利斗那种感觉 你看像个龙子 对 你不可能丈夫是个龙子 我觉得婚姻生活中就是 它绝对不是完美 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 我们去看大小恋嘛 不可能东挑西简 但是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两岸它毕竟有个差距 文化差距 或是你相处上 譬如说王小飞 他过去在法国在加拿大都呆过 你觉得他会洋派 是整个会洗刷掉 整个两岸之间的 那个相处上差距 不会 他们还有他们的文化 他成长的一个背景 所有冠语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刚刚主您讲的没有错 大一时他自己的脾气 跟他的个性要放下 你现在做人家的太太了 你做豪门的媳妇了 你不能像过去对蓝正龙 或对宅宅那种宅致的那种 大女人的企业 那我觉得什么分寸都要拿 像那个谁就做的 张青芳就做得很好 小S也不错 然后那个桃子很快婚后 觉得也不错 不是像一个女强人 这个感觉的 尤其像小S 他还可以在这个 康熙来了里面 这个做出一些 比较大胆的这个动作 非常搞笑 很幽默 可是问题是 大家会担心说 他的这个先生 他们家公公婆婆 难道不会介意吗 对不对 可是看起来也没事啊 其实像大S的话 其实他这个巨蟹男 其实要特别 特别注意说 巨蟹男最后呢 其实回归家庭的 他的妈妈才是 他生活的重心 所以有的时候要特别 要特别 妈妈很关键的 要特别小心 否则巨蟹男会逃避 所以这个是关键 逃避可能是 逃避就两个人的关系 就是比如说 他的婚姻或他的妈妈 会来协调啦 他会作为一个缓冲区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要退一步 所以还是 给大S的建议就是说 要抓住不会的心灵 没错 对 他给我抓住 我们的心灵